今日北京日报评选出了年度演员奖,肖战凭借斗罗大陆当中的唐三一决,获得了年度最佳人气演员奖,主演肖战凭借唐三的角色,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,最终获得了这个年度人气演员奖,其实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奖项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,肖战主演了一部电视剧《陈情令》,在这部剧中,肖战饰演魏无限,活灵活现地诠释了魏无限这个角色,那一句是非在己,毁育游人影响了很多人,同时,肖战也是凭借这个角色走到了大众的眼中,获得了很多的粉丝,当年北京日报也将肖战的魏无限纳入提名,然而,在最终结果到来之前,却被一些人的粉丝生生给撕没了, 这些人集体在官博下留言,要求官博放弃这个角色,最后,官博迫于无奈,还是把肖战的魏无限撤销了,说这样的单位是野榜单位,那那样的,才不是野榜单位呢? 最终奖项没有了,那些粉丝也皆大欢喜,纷纷在VB上留言,表示终于没有了,本以为这件事也就这样结束了,那之后面北京日报还为此专门发布了一篇文章,好演员是撕出来的, 这篇文章中,直接讽刺了这一次事件,今年,肖战凭借唐三的角色,拿到了这个奖项,真的是应了那句话该是你的,跑不掉,肖战也专门录制了VCR,感谢北京日报,感谢所有观众对斗罗大陆唐三的肯定, 未来的我一定不忘初心继续努力,即便魏无限的奖项被撕了,肖战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,让唐三拿到这个奖项,只要用心诠释每一个角色,终会被大家看见你的成果, 其实真的不得不感叹,肖战就是是一个天分型的努力选手,小白入娱乐圈,曾经因为无望之灾,几度被逼到退圈,然而,最终靠着自己的人格与努力,站在了娱乐圈里,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感谢观看